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的性格 所以通常會給人家一個感覺 頭腦簡單 就笨啦 Check 所以真的他剛才會講的你就都同意喔 其實沒有耶 因為他姿勢是非常明確的 我今天要拿第一名 我就是往第一名去邁進 OK 對 所以我就是其實我剛剛做的人 唯一開張什麼就是運動會 超沒禮貌 請去大家再接力 OK 在今天極速正式開始之前呢 想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新的系列呢 叫做龍星大樂 沒錯呢 就是讓龍龍來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些星座上的知識 跟疑難雜症 所以等於說你們有任何星座上的問題 點開節目資訊欄裡面 是有連結 你們可以去投稿的喔 然後一切都是匿名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然後除此之外呢 節目資訊欄裡面 還有斗內連結喔 所以如果喜歡Linia的朋友 除了去Apple Podcast留言 還可以去節目資訊欄裡面 斗內Linia 好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這一集的集數囉 那我們讓大家來認識一下 牡羊座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星座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需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就是這一次呢 跟上次一起收音的 所以收音品質還是有點略差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忍耐 但是內容一樣精彩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聽囉 哈囉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龍星大樂 MMOG 小公主 哈哈哈哈 沒錯呢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開庭 那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新的單元 那這是一個BETA級 就是一個測試級數 對收出力要破500萬 哈哈哈 我們才會考慮有沒有後面的級數 對 那我們一開始這一集呢 想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牡羊座這個星座 啊 那牡羊座這個星座呢 因為我們 呃其實大家對牠一定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笨 那我 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是其實不知道有笨這個tash tag 但是對我而言 我知道牡羊座就是很直白 然後很衝動 嗯 很雞巴的意思 嗯 嗯 雞巴嗎 就是太太直了 有時候就會讓人家覺得很雞 頂多白目啦白目 喔你好會形容喔 OK 然後這是基本的刻板印象 但龍龍今天來呢 就是要把這些標籤都撕掉 或是鐵更多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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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好我們一開始打算要找一些很老很老的那種星座 就是人寫的一些文字 然後來看現在龍龍有沒有覺得他形容牡羊座是不是符合時宜的 啊好啊 好那我們一開始我找到一個真的是很復古的網站 嗯 他的解釋是說我念給大家聽 他說牡羊座的個性很急 做事很果斷 往往把事情看的太簡單 然後牡羊座的情緒反應又超級強烈 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的性格 所以通常會給人家一個感覺 頭腦簡單 就笨啦 哈哈哈哈 check 所以真的他剛才會講的你就都同意喔 其實沒有耶 因為他剛說大喜大悲 其實這個形容詞 我們比較常用在水象星座 就是情緒化的部分 OK 我倒不覺得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太陽星座 太陽星座牡羊的人 你在自我的意志展現上 我倒不覺得你都是很情緒化的人 你比你多笨 哈哈哈 白目 所以笨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講他笨 誰說的 哈哈哈 那個王太太 港間很多人說牡羊座很笨啦 這一點我來解釋一下 好你解釋看看 為什麼牡羊座笨齁 我會說笨不笨這件事情 並不是他IQ或EQ高不高 我們這邊指的笨是剛剛 比較像剛剛講的白目 OK 白目是相對於什麼 是相對於社會化程度 好 牡羊座的狀況是 牡羊座非常的在乎 他顧到的就是他眼前看到的 或是看到他自己的部分 他對他的目標非常明確的 除此之外他都看不到 所以他就是 就視線有狹隘就對了 對 那他可能可以跑得很快 但他視線很狹隘 像你講的 所以他看不到旁邊的時候 他如果撞到你 你就覺得 哎呦什麼鬼 誰為什麼會撞我 你好會形容喔 好有畫面喔 對 然後你就會想說 這怎麼可以撞到我 他怎麼可以這樣撞 對啊就北欄啊 然後他撞你之後 他還是沒看到你 所以他也不會想道歉 他如果意識到他撞到你 他可能就會道歉 而且他道歉也是很直白的說 對我撞到你 對不起 哈哈哈哈 就是這種 對 所以我們才會形容 不是有些人才會說 母羊座笨啦 其實展現在這個方面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體兩面 可是他其實就是 屌點的感覺 就很韓直的感覺 對 直衝 確實是 母羊座的代表 對 所以他真正的hashtag 其實是 直爽 直 這個有點難 因為爽的感覺可能沒有 是嗎 應該說 不然我們跳脫中文的思考 哈哈哈哈 你說你說 也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 我格局太丟了 應該說形容詞這件事情 其實除了中性的形容詞比較少出來 我們大部分的形容詞都有 正面意涵或負面意涵 哦 OK 可是我必須說我剛剛講的 我講一個最基本的好了 母羊座 在我這個 占星小公主看起來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 模式是啟動星座 它的元素是火象星座 對 那在這個狀況下 你如果要跟我說正相的 可能我就會跟你說他勇敢 他直接 哦 那副相 同一個概念下 副相就是白目 動動動 對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對 絕對沒有哪個星座 比較好比較不好 哎呀 嗯 好健康的教育哦 想聽更多星座嗎 看起來 我想說水瓶座 大家都會有很多疑惑 水瓶座的感覺不會看耶 哈哈哈哈 太怪了 沒關係 到時候有機會再討論到你們 那好奇的是說 牡羊座 因為我其實身邊蠻多牡羊座的 我媽就牡羊座 啊 她就很急掰 她如果吵架 她會選擇冷戰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而且那時候我很小 我就想說你何必跟我冷戰 嗯 然後想說像這樣子的概念 是不是也算是牡羊座 選擇很衝動的一種 通常大家拿親友的案例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是每個人在跟他的情人 或跟他的小孩相處狀況 可能會受到不同的公威 不同的行星所影響 哦 所以他是會被牽動的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們可以從各個面向的牡羊座去解釋 嗯哼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武功 大家的心盤的武功 是牡羊座的朋友 你可能就會像 你娘的媽媽這樣 對於小孩是比較有牡羊性格 那對於小孩有牡羊性格 會展現在什麼 就是可能是天真或幼稚 嗯哼 我想不理你 就不要講話 自三自滅 我把你餓死 好棒喔 對 可能會產生在這樣的 孩子氣的狀況上面 哦 那舉例來說像我 嗯 占星小公主本人 跟大家透露齁 嗯 我本人的精心是牡羊座 OK 其實精心牡羊座 在戀愛的部分 就會顯得很笨拙 哦 笨拙不是說不知道怎麼出手 那是什麼意思 而是出手的太直接 哦 不是喜歡跟不喜歡太明顯了 哦 你一看就知道 到底喜歡還是不喜歡我 OK 藏都藏不住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牡羊 可以逃亡在大家各自的行星狀態上面 那你說牡羊的朋友共通性就是 我覺得就是直接 哦 真的哦 嗯 所以他們也喜歡跟這種人 Hand out就對了 不是 應該說 我覺得他們如果直接跟直接可能 方向不一樣 可能會越走越遠 因為他們都是直線衝嘛 嗯 應該說 牡羊座的朋友 我們這邊講牡羊座的朋友通常是指太陽星座 OK 太陽星座就是這個人的自我人格 或是他的意志展現 嗯 好 那我們再用造句 這個人的意志展現是非常直接的 也就是說 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或是我對我的目標 意志是非常明確的 我今天要拿第一名 我就是往第一名去邁進 OK 對 所以我就覺得牡羊座的人 唯一派這樣用場就是運動會 超沒禮貌 請巨大在接力 真的是沒禮貌 但是 跟牡羊座談感情是好的嗎 我覺得好不好也是相對 你看我現在當戰艦小公子都很麻煩 對啊 你現在就是沒有辦法講很可怕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欸 喔 因為我覺得好險 我剛剛講我精心是牡羊啊 喔 所以你覺得也很崩 所以我覺得直接的人是好的 喔 OK 直接的人是好的 嗯 那有些人可能需要他的情人委婉一點 舉例來說 你做了一道菜給他 他說 嗯 好能吃喔 你直接玻璃心碎 哈哈 你直接碗砸在他臉上 哈哈 那這樣對你來說沒有就是不好的啊 喔 所以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所以都是相對 是萬物都是相對的 哈哈 所以 所以我們不能這麼棒利的認識世界 是不是 都要不能二言論啦 Oh my God 看你個人是什麼 我好驚訝 沒有我們這裡還可以教一些人生的道理 大家好要學起來好不好 那我好奇的是 你是不是之前上課的時候有 學過一些牡羊座的一些 你知道神話故事 啊 牡羊座神話故事非常的荒謬 但是我覺得 聽完之後 大部分就可以理解說 牡羊座是怎麼樣的個性 喔 好 先聽到一下我覺得神話故事 十二星座的神話故事 嗯 故事歸故事 扯歸扯 但我覺得他 某種程度都很好的去解釋這個星座的意涵 嗯 我們羊座的神話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個很壞的後母 對 想要殺了 國王前妻生下的兩個小孩 嗯嗯嗯 對 然後宙斯就傻眼 哈哈哈哈哈哈 就從天上派了一隻金色的羊下來 然後那兩個兄妹 騎上了羊 哥哥坐前面妹妹坐後面 然後羊就看衝啊 直衝 跨越了整個國家 跨越整片海 到達目的地之後 金羊頭髮甩甩很帥氣 嗯 哥哥嗯到了 然後一往回頭看 欸這也沒摔死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在路途中已經摔死了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了 對這也直接掉到海裡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太猛了 哈哈 哥哥傻眼 羊也傻眼 哈哈哈哈 我要笑死了 太猛了 這是一個不尊重女生的故事 哈哈 哈哈哈哈 女生會生氣 對 等一下太好笑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牡羊座的故事嗎 對 妹妹直接掉到海裡 然後他就變成牡羊座了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太好笑 那他怎麼變神呢 或什麼的 後來哥哥 哥哥到目的地之後 想說哇 我身無分文 然後剛好 當地的國王 很喜歡稀有的東西 所以哥哥就把羊殺死 哈哈哈哈 哈哈 太可怕了 把金色的毛婦國王給你 嗯 然後哥哥從此過著 融華富貴的人生 結束了 然後宙斯就把那一頭金色的羊 造回天上變成星座 牡羊座 哦 好 好笑 哈哈 所以我 被牡羊座的人厭女 所以我們到底可以學習到什麼 其實這個故事講起來輕鬆 可愛 但其實他背後的意涵其實蠻牡羊座的哦 你看 第一件事情 在橫跨的時候 牡羊座是不是一直往前衝 而且速度很快 對 所以女生才會掉下去嘛 對 為什麼講叫做女生 對 那個女生可以掉下去 所以其實相對的他暗示的是說 牡羊座的人的性格就是這樣 我直衝 我衝得很快 那他們什麼時候會慢下來啊 這樣害我好奇 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啊 就跟故事中的牡羊一樣 到達了我就停下來 或是我到達了之後我要換下一個目的地的時候 嗯 對 他就會停下來 OK 第二個故事是 還有 就第二個起誓啦 請問一下 妹妹掉下去 哥哥沒發現就算了 羊也沒發現 沒有人在乎那個妹妹 沒有 因為那時候女轉滴落吧 對 沒有人在乎妹妹掉下去 可是這個其實暗示的是 牡羊座性格的人 他在追尋他的目標的時候 其實是只看著前面的 喔 他根本沒有注意妹妹掉到後面咧 嗯 他沒有注意旁邊的事物 喔 他只記得他要往前走 對 所以其實牡羊座的人的 特色就是 勇往直前之外 他可能會忽略了 其他後面的事情 蛤 這樣聽起來有難過 其實不會啊 人生不知道可能比較好 喔 你這樣解釋也蠻好的 不過他跟我們甩妹妹啊 哈哈哈 把他甩掉啊 哈哈哈 他只是暗殺 哈哈哈 對 那第三個就是 牡羊座的符號其實是一個羊的頭 嗯嗯嗯 那牡羊座也是十二星座之首 就是第一個開始的星座 嗯 所以其實牡羊座象徵的就是 頭部為主 這是一個暗示 嗯 那第二件事情是 像其實跟剛剛講的有點有點類似 牡羊座 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通常比較顧慮到自己 OK 他很難去看到事物整體的樣貌 嗯 或者是關心自己以外的事是比較難的 嗯嗯嗯嗯 對 所以我覺得這神話故事 所以他只放頭 喔還有這個羊衣好厲害喔 很簡單的就解釋牡羊座的性格啊 喔 嗯 所以你都這樣去認識嗎 還是你有真的有些學術基礎 我覺得是 就神話故事我覺得他其實是 怎麼講 我覺得 我覺得神話故事其實是 古代的人對於占星學的一個記憶啦 喔OK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用 俄哥講恐怖故事啊 妹妹背著羊娃娃啊 恐怖故事啊 哈哈哈哈 自己去查 真的很可怕 對我們用俄哥的方式包裝啊 那今天只是神話故事的方式去包裝 這個占星學的意涵 喔天啊你 你好有哲理 你真的是老師欸 小光姐 果然是龍星大月 哈哈哈哈 很急 好啦 那最後我覺得你好像可以稍微講一下說 嗯給牡羊做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好了 想法 就如果你想要對牡羊做講話的話 你會提醒他們什麼 哈哈哈哈 嗯 希望你們可以把神聖的妹妹都摔下去 哈哈哈 世界不需要妹妹 哈哈哈 阿燕女 哈哈哈 牡羊做的建議喔 嗯 嗯 可是對於占星小公主來說 不能給建議嘛 也不是不能給建議 就是我已經知道她會這樣 然後你還跟她講說 你要多注意後面喔 就有點難啊 喔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都是命定的 你也改變不了 那你們就這樣下去吧 哈哈哈 給個小建議啦 我覺得牡羊做的人 你最大的價值是在於 你有目標的時候 你會很勇往直前 你很勇敢 嗯 你會衝刺 但是牡羊做的人 要非常注意的事情是 在還沒跑到終點前不要放棄 因為牡羊做非常容易三分鐘熱度 喔真的喔 嗯 所以我提醒大家的事情是 當你要往一個地方前進 你確定那是你要的之後 就不要放棄 好 嗯 提醒外面的牡羊做咯 對啊 把妹妹摔下去 哈哈哈 先摔死了妹妹 我好像被牡羊做摔下去過 哈哈哈 殺了那隻牙 哈哈哈 好喔 那也特別想要跟大家講說 現在呢 琳琳亞也開始遭受就是星座悄悄化了 嗯 所以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要對星座有疑問的人呢 沒錯就看我們節目資訊欄 我會附上那個連結 然後你們就點進去 把你想要就是任何的星座疑問就丟上來 我們都會匿名吧 對我們是匿名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希望這一集 BETA集有好一點 哈哈哈 我們兩座衝起來 衝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